第四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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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萬歲千山不忘來是路 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 我叫庞派 法学院2020级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2014年我来到北大 在原子的这七年来 我担任过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团长 也获得过北京大学的红楼艺术奖 和十佳歌手的荣誉称号 我享受和唱歌有关的一切 我登上过学校大大小小的舞台 也有幸登上过世界合唱比赛的舞台 而一二九歌会的舞台 则是最特别的一个 在我还是一名大一新生时 就担任了我们院的主牌 之后的每一年 许多院系的领唱或指挥或队伍里 总是能找到我的身影 而在幕后的主牌工作中 除了基本的声音训练 对五美灯光整体编排这些 我也渐渐有人有余了起来 二三四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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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那个拉又低了 然后你们 你们那个 B都拉给我听到了 后面没了 你们来 Go 好 收 可以可以可以 Go 然后嘴巴张开一点 然后把这里张开 每年参加一二九歌会的面孔都在变 但不变的是大家排练时认真的神情 登上舞台的激动 和圆满完成比赛后的喜悦 为明星火 点亮你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杨璐一 非常荣幸 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了庞派学姐 学姐您好 主持人好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庞派 现在是2020级法学院的一名再读博士生 然后我是2014年就来到了北大 其实算是北大的一名土著了 在北大的这七年里面呢 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学生和尚团的团长 也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过世家歌手的比赛 获得了世家歌手的称号 在这七年里面也一直担任着各个院系129的主牌 那么今年主要担任的是社会学系和地空学院联队的这样 他们的主牌 然后也担任了工学院的指挥 可能之后还会担任其他不知道有几个学院的帮唱和领唱 这个就之后我可能才会知道 那听了学姐的自我介绍 我们也能感受到学姐真的在声乐方面非常的突出 那学姐刚才也提到了 您曾经在合唱团担任过团长 然后也以个人的名义参加过世家歌手大赛 那学姐 您觉得在北大唱歌带给了您怎样的收获呢 其实我特别感谢北大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去唱歌 因为其实北大有这么多同学 如果就是说经常能登上学校的舞台 甚至说是全国呀或者是世界范围上的舞台 其实是很不容易也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有幸参加了这么多次 然后也跟着合唱团去过世界合唱比赛的这样最高的一个舞台 其实我非常感激 那感激之余其实我也感到很庆幸 因为每个人嘛我们都有兴趣有爱好 但是可以把兴趣和爱好一直坚持下来 然后变成一项自己可以一直发展的事业吧 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北大这七年我也一直坚持着唱歌 然后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所以说我是蛮感谢唱歌这件事情 也特别感谢北大能给我这样一个平台 那唱歌这件事情在学姐心中一定有非常重的分量吧 分量是很重的 但是在分量重之余也要兼顾一下学业 对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学姐您从本科开始就一直在北大学习了 然后现在学姐也已经到了博士阶段 那应该也会有不小的学业压力吧 其实说实话压力是真的挺大的 而且我原本以为就是可能本科的时候压力会更大一些 但是后来随着读硕士读博士 我发现其实学业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去当主牌嘛 因为一二九的战线拖的比较长 从十一差不多的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 然后在这期间 其实硕士和博士还好 就是七中级的感觉不是那么明显嘛 就本科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有感觉就是七中级的那种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恰逢一二九排练最紧张 最紧张的时候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 其实有一度还觉得自己压力蛮大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要自己及时进行调整 因为各个院系排练的时间不同 可能这个月两点到四点 下个月可能五点到七点 或者是六点到八点 那就把中间的这段时间利用好 对然后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就是绷着个电脑 然后去哪个院系的时候都带着 中间一有空隙就开始自己干活 然后甚至于说到一二九彩排的那一天吧 就因为我跟了很多院系 所以来来回回跑百奖又很麻烦 我就直接找一个地方坐在那 然后到哪个院系 我发现有我我就上去帮他们唱啊 或者指挥或者怎么样 然后没有了我再下来在后面悄悄的马字这样 然后我的最佳战绩啊 就是曾经在有一年的一二九彩排的那一天 然后写完了一篇论文 对 学姐真是太厉害了 我就非常佩服学姐这种平衡 学业和一二九之间的这种能力 就是还是人都是逼出来的 对 那我们其实也了解到 学姐除了自己经常参加与唱歌相关的活动以外 然后还多年担任了一二九的主牌嘛 对 那就是学姐第几年担任一二九主牌练呢 就是我在北大待了七年 然后也当了七年的一二九主牌 其实每一年我都说 我说哎呀 今年要让位给小朋友们 说那个我就退休吧 但是发现每一年 就都是最后到这个时候 哦 又觉得这个这个事情或者说 已经习惯了吧 就是有一些更舍不下 最后就 会舍不得 对 会舍不得 然后就说啊那还是接吧 还是继续带吧 就是这样 所以学姐从大一 然后一直带到严一 然后又带到博一 对 就是当时我 呃 就是保研的时候嘛 然后还有就是 当时有议员考博的时候 然后大家其实问我最多话题 不是说啊你 保研怎么样 考博怎么样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哎呀你要是考上了 你还继续来带我们院呗 对 这是问的最多的话 大家都想争相抢学姐 来去当他们的主牌链 就是 反正 我不知道是不是争相抢啊 就是大家看到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说 你今天还来不来带我们院一二九 就好像就是 啊 看到我就看到了 一二九 对 学姐跟一二九已经被紧紧的捆在了一起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被捆在一起了 嗯 那我们知道学姐每年带领的院系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那学姐能给大家讲一下 当初是怎样的机缘 让学姐来担任这个一二九的主牌链吗 其实机缘巧合 与其说机缘不如说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站上了一个位置 发现这个位置其实是主牌的位置 就是因为当时大一嘛 嗯 然后我们院人很多 大概有 当时我记得有一百四十几号人吧 嗯 对我们法学院人很多 然后我们学工老师当时就找到我说 你能不能帮着大家排练一下 嗯 说因为你的技术比较好嘛 然后我就说好啊 我就帮着大家排练呗 反正我自己也要参加排练嘛 对 因为整个大一都要参加 然后等到我去的时候 我发现 哇这么多人 然后我说 我说这怎么这么多人 他说啊这我们院都都给你带了 然后我就发现 哦原来这是主牌 而且我带了一支 发现并没有什么 呃 我上面的比如说大二大三的那些师兄师姐啊 来帮我带排练或者怎么样的 我发现哦 就其实只是我带我们同级的 啊同学们 对 然后当时就是带上了才知道自己去当个主牌 嗯 对 所以并不是说那会是什么 大家邀请我担任主牌 不是那个样子的 而且当时带的是我们同级的同学 其实我当时很头疼的 因为声音训练声音这个事情吧 就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啊 或者做示范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又不能以一种说师兄师姐的口吻去教他们 就是要很有亲和力 去沟通 对 其实跟后面去交一些师弟师妹们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这个会更困难一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我明白这种感觉 对 所以说啊当时第一年带完129下来 其实很有成就感的 因为自己也本身要参与其中嘛 然后再加上自己大一进来就当了主牌 就其实当时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也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经历 然后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又选择了继续去担任主牌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也在第一年的时候给自己积攒了一些经验 对 所以也是这种自豪感 然后驱使着学姐一年又一年的去担任她 对 对对 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为什么会一年又一年的做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因为大一时候的那样一份初心 对 对 不忘初心 对 那其实我们作为北大的学生都自己亲身参与过129合唱比赛 那我们也都知道主牌练确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嗯 那学姐在带领院系进行合唱牌练的过程中 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嗯 最大的挑战 其实我 两个多月的这个主牌工作当时还有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声音训练上面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因为大部分的大一新生啊 或者说现在大部分的同学他们没有接触过这种系统的声音训练 可能最多最多就是业余爱好 可能自己平时喜欢唱歌啊 或者听歌啊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说很正统的学一首歌 然后用很系统的这个方法去把它学下来 其实这个训练是没有的 所以一下子让大家用两个月的时间来磨一首歌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到厌烦 然后你再把一些专业的知识加进去 大家就会可能觉得 哎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 对 所以每年最大的挑战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怎么能让大家听懂我说的话 就是我让大家去怎么做 但是你又我们人唱歌嘛 就是把人身体当成一件乐器 你没有办法去给它演示 像我们弹琴或者怎么样的一样 就你只能通过去说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嗯对所以怎么样把这样一种感受 都落实到可能每个院系一百多号 每一个人身上 然后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让他们迅速的有一个提高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 两个月的时间只学一首歌 嗯就是大部分的同学 可能会有一种厌烦的情绪在里面 尤其是再加上学业的压力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然后让大家觉得学一首歌也不是那么厌烦 就是还会有新鲜感 对还能保持一点新鲜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每一年都在想 就我怎么能让大家少厌烦一点 少一点厌烦情绪 多一点积极性 对我每一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没错129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然后也是非常辛苦 那嗯学姐还是选择了一年又一年的去担任这个主牌练 初心嘛 那学姐觉得129在你心里最重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的意义啊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 对于我的意义或者说对于北京大学每一个同学 应该都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吧 因为129嘛 它毕竟是一个纪念性质的这样一个活动 正好今年是129的85周 129运动的85周年嘛 所以说我们推回到85年前的话 就是当时有很多北大的学子走上北平街头去吧 所以这份精神传承到今天 然后传承到北大学子自己这里面 应该就是我们会比其他人体会到更多不同特殊的意义 然后我认为129这个活动呢 其实最不管大家唱成什么样子啊 其实更多的是用歌声来传承这样一份129的精神 然后用大家的歌声去表达一种情感 然后去表达我们对先辈的缅怀也好啊 然后对于时代精神的这个唱响时代精神也好啊 就是说更多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也不单纯就是比赛啊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们叫师生歌会嘛 歌会我们没有说叫比赛 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比赛类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比赛更多就是让大家积极投身到里面去 更多的还是一种表演一种展现 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走上这个摆奖的舞台 但是我们学校就通过这样一个歌会嘛 给到每一个同学走上摆奖舞台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要好好把握一下的 所以其实129的意义远不只是一个比赛 对 那学姐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让你感动难忘的瞬间呢 感动难忘的瞬间 其实我这不是待了七年了吗 其实如果我总结一下的话 其实我最难忘的那一刻其实就是 大家都坐在比赛完了结束以后 然后大家都坐在下面观众席上 然后说到每一个院的成绩啊 然后在每一个院念口号的时候 最后不都是在念成绩的时候 会说自己院系的口号吗 对对大家真的会很大声音的去念自己学院的口号 还会有其他学院的同学来帮忙助力 对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分裂 就那一刻你会感觉 大家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喊自己学院的口号 就是生怕自己的口号声比其他学院小一点 对然后公布成绩的时候 大家就是不管成绩怎么样都会很兴奋 因为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吧 这样一个活动结束了 活动结束了 然后也圆满的结束了 对然后其实更多参与到里面的同学也会 我相信他们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看到有的人在笑啊有的人在哭 然后有的人在抱着哭 然后有的人又很激动 你会看到参加排练的同学的样子 然后还有在幕后的同学那样的样子 就是就能感受到每一个人心情是很复杂的 其实在那一刻我是很感动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私心杂念 再不会说那一刻会想我之前排练有多苦啊 我之前排练有多累 就只会在想那一刻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 我学到了什么或者我留下了什么 对 那我们其实知道129的筹备周期非常长 嗯 然后他的工作量也非常的庞杂 嗯 然后那每一年的129 其实也都会给大家留下非常珍贵美好的回忆 嗯 那学姐今年有什么话想对自己所带领的合唱代表队说的吗 其实我想对他们说 其实对他们说也是对所有参加129的同学说吧 其实不管我带哪个院系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嗯 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真的不要管名次最后怎么样 因为他既然有名次嘛 就一定会有个一二三 对 但是说名次好 名次坏 名次坏也不见得你唱的就不好 其实也并不代表什么 对 大家也都是一样在付出 一样在顶着期中期的压力 一样一样在顶着冬日的寒风 然后一样辛苦的在排练 所以名次这个东西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享受这份 每个人要给自己留下一份属于自己的129独家记忆 然后去享受这个舞台 因为据我了解除了军训以外 可能129这个活动是整个年级 参与人数最多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 然后它的形式又很特别 是通过一种合唱的形式 那其实合唱的形式更多的 我认为啊 大家就应该去感受集体的魅力 嗯 就是大家所有人 然后通过同一个旋律 去表达同一种情感 其实这个和独唱是 对于我来讲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其实这个这样表达的情感可能 往往比一个人的更有力量 嗯 我觉得这一份感受 这一份感觉 可能才是对于大家来讲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我的名次怎么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我觉得还是大家开心最重要吧 享受舞台 然后享受这个129活动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传承 我们这份129精神 然后唱出我们新时代新青年的 这样一份责任与担当 然后完美的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嗯 我们再次感谢庞派学姐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与我们分享她与129之间的故事 从她的故事中呢 我们也能感受到热爱与坚持的力量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让我们预祝今年的129师生歌会 取得圆满成功 为明星火 我们下期再见